大部分的杜鵑 最好的观赏期大概都在春天 以南湖杜鵑来讲 大概也在五月前后 当然这还得看当年的气候 早一点四月就开始 晚一点也许可以到六月 不过大概都在这个时候会比较好 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 那我们听这个名字也知道 它其实就是在南湖大山的附近 所以南湖大山旁边中央尖山 可能再往旁边一点 到清水山这一带 玉山杜鵑它的分布比较广一点 它其实也是台湾的特有种 大概在中央山脉比较高的地方 都会看得到 跟南湖杜鵑最主要的区别 可以看它背部的颜色 南湖杜鵑它因为有铁锈色的毛 所以夜背看起来是那种黄和色到铁锈色 甚至也许有人就叫它是铁锈杜鵑 玉山杜鵑是比较灰绿色的 因为它的毛是比较这种灰色的